題目的報告,基本上第一個啦 就是說還是利用Excel Excel裡面的話,當然你要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所以你要先找你有興趣的資料方向 先取內容 然後第二個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統計分析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像前面是利用Conif 所以你們在那個 我們雲端講義裡面可以看到 但第一個一定要把它變表格 這個是絕對的 那表格的技巧的話 當然我們這邊我前面有講過啦 就是利用那個Word裡面的那個 文字轉表格功能 那一定要變表格,如果不是表格 當然它就沒辦法幫你做查詢動作 那如果你要做數量的統計的話 你可以用Conif 不過Conif的話主要是針對 哪一個出成格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有的話就算一個 但如果裡面假設有找到不只一個 一個字的話,它還是算一個 所以之前我們算過那個人 總共total顯示出來是59個 但實際上59個並不是說 它就是59個人這個字 而是說有59個段落裡面有出現人 那它有可能一個段落裡面出現 兩個,三個,四個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當然如果你用Conif來做查詢 你是可以算到有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想要算的是有多少個的話 哇,那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所以喔,如果你要有多少個的話呢 你變成你就需要再加上一個程式的撰寫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應該就是說 計算某個字出現的真實的數量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 要用Excel裡面提供的函數 基本上應該是找不到啦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會發現 在Excel裡面 很多功能假設太複雜了 然後呢,沒有提供你相對應的函數 或者一些功能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寫程式了 不然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呢 就變成古人一樣 那圖法力 這真的蠻厲害的 古人真的從頭到尾把它算完 還真的算出來 數量喔 還真的是吻合的 蠻厲害的 這 18000 我現在18000還是多少 然後他可以從頭到尾把它算完 而且算出來的這個數量 我印象中大概也是100出頭個啦 不過是不是完全是 110個 我印象中好像他好像算出來的10幾個 我記得古人啊 有好幾個人在他的文章裡面 都有提到說他算過輪譽 幾個字的數量 但我覺得這當然也是大浪費 第一個浪費時間 第二個 也許可能沒那麼精確 因為用人工的方式比對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比對的結果可能會因為人嘛 人其實你說這個 總會有一些看的時候漏掉 或者是說可能就沒看到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假如用電腦來處理的話 相對是比較不會這個問題 OK 所以其實盡可能的善用電腦的相關功能 當然可以大大減少人力的需求 尤其是你的資料量越大的時候 當然會非常的明顯 像你說那個論語大概一萬多個字 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因為一萬多個字還好 如果你用人工來做 是一定會比較 這個人工來一定是 這個快 我們用電腦來做 理論上會快 但是你會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是在處理像事庫全書 有八億次左右的數量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像事庫全書 這個這麼多的資料量的時候 你要從裡面找到你要的這個關鍵字 還真的不太容易 就是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 沒有查詢系統 哇 那真的就很難得到一個你要的資料量 比如說呢 我今天假設說啦 像我最近對那個像 比如說像日本的起源好了 我覺得日本人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因為我們以前念歷史裡面 常常提到說 他們自稱渦人嘛 那渦人在什麼時候 曾經出現過 那點章 點擊裡面呢 有沒有這個 類似的記載 當然呢 你如果從事庫全書裡面查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是可以查到 有一些從那個 最早應該是從史記 應該是漢書裡面有記載 漢書裡面就提到渦人 OK 然後王聰的論文裡面也有提到渦人 甚至後來的那個位置裡面也有提到渦人 但問題喔 前後文之類 我如果希望把資料給抓出來的話 哇 那當然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個查詢系統的話 那它又簡單多了 因為你假設一下個關鍵字 它就可以幫你把這個關鍵字裡面 出現在哪個地方的全部資料 幫你把它列出來了 哇 那你列出來接下來你就好辦了 因為你可以藉由一個點 然後延伸到一個面 OK 甚至你可以從你找到資料 那個渦人的前後文有沒有 甚至還可以找到其他關鍵字 那你再從其他關鍵字 再去找其他的關鍵字的結果 那你就會抽絲剝繭 你就會比較明白說 喔 原來它為什麼自稱渦人 它上面還記錄說 原來它自認為它是那個這個什麼 這個烏國的後裔啦 就是等於是他們有一個這個 我記得好像它是 它有提到說它就是那個什麼的後裔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從這個找到的資料裡面 再往前去追溯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些這個不一樣的東西 以前可能沒辦法這麼方便 因為以前如果說真的要看資料 哇 它不得了了 它光要把事故全書 像事故全書如果把它 圖書館你可以看一個角落 整片全部都 如果圖書館有買這個事故全書的話 恐怕這間房 這一個教室都放不下啦 OK 那更不要說你要把它從頭翻到尾 那簡直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如果今天喔 假如有一套查詢系統的話 哇 這是方便多了 那其他當然很多啦 如果你所有點擊都有一個很方便的查詢系統的話 那當然喔 你可以很有效率的把資料給找出來 那當然另外的話呢 最好是它可以數位 數位化之後的話 甚至你隨時帶在手機裡面 也可以隨時看到你要的資料 馬上把你要的資料給查出來 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 OK 不過前提就是你需要有這一套 這樣的一個查詢功能 你才有辦法很快的把你需要的資料 給取出來 OK 那當然我們在做一些 一個議題的討論的時候 當然呢 數量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如何算出 人這個字出現的次數的話 那上個禮拜喔 主要是寫了這個幾段程式 那一樣啦 我有把那個我們上課錄影 一樣是放在這個Portal裡面 那這邊的話就上個禮拜 其實上個禮拜主要是 做一個次數的統計啦 OK 那當然 後面的話當然我們就 根據論譽裡面 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地址 這個 他地址 他滿多的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 孔子地址這個關鍵字 也是一大堆 甚至死記 他還給他一個列傳 他把那個 他那個地址 每一個 就是比較重要的人物 都給他一些說明 不過我發現子貢給的說明 蠻多的 表示他應該蠻重要 當然果不其然 查出來 論譽裡面呢 提到子貢的地方 真的還蠻多的 但是我怎麼知道說呢 在論譽裡面到底 哪個地址出現的次數最頻繁 哪個地址出現的 相對沒有那麼頻繁 有沒有就是 我們覺得很重要 但是他其實出現的並不多 但是有沒有我們覺得他不重要 可是他出現的其實還蠻多的 那為什麼很多可是卻不被討論 有沒有 可是出現很少 為什麼大家都重視 這個當然你可以變成一個題目了 你可以再延伸去討論了 我覺得這背後 真的還蠻多可以講的 光那個 你Google那個孔子地址 其實我就發現就是說呢 有沒有 孔子的地址 那比如說你把那個孔子的地址 查一下你會發現 其實甚至現在蠻多的那個資料 已經被建立成那個電子的那個全文 我發現好像不太難找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有興趣的話 你希望把那個 這個孔子地址 列表有沒有 這邊都有 那你關鍵是找那個孔子地址 那這邊的話 其實維基百科就有了 而且甚至想 講的我覺得非常清楚耶 OK 這邊裡面有 而且這邊還有根據 史記的仲尼地址列傳 而且仲尼的地址列傳 他還給你一個超連結 你那個連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甚至給你維基文庫啊 他甚至把那個 這個史記 他是第67卷裡面的資料 全文喔 幫你把它列在這邊 而且把每個學生都幫你列表 OK 而且喔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按照這個順序 比如第一個是延回 第二個是民損等等 這為什麼是這樣的 OK 重油反而在這個地方 第七個 OK 然後還有像端木刺 端木刺我記得應該就是子貢 沒錯 端木刺 OK 然後這邊你看端木刺 他介紹的還蠻詳細的耶 OK 你會發現有些人喔 像那個這個炎炎這個喔 欸 他就介紹一點點 其實沒介紹很多 欸為什麼很多 這個端木刺我案他介紹蠻多的 但是呢 你會把延回 延回其實蠻重要的 但問題介紹並不太多 最重要當然他就是什麼 克己護理這個應該 然後還有什麼 最重要是那個喔 不幸短命啊 OK 到底他活了幾歲喔 有沒有他這邊有提到 他也是魯國人 所以他可能是因為同鄉的關係吧 然後子冤 然後少孔子30歲 比孔子小30歲 OK 好 那這個當然喔 就是有關地址 那當然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喔 把那個裡面比較重要的 像這些人物喔 那我上禮拜主要是針對 這個四科十折裡面的資料喔 然後把這些地址呢 做一個查詢 那也把這個結果給列出來啦 並且繪製出那個統計圖表的話 那當然喔 第一個喔 以前如果你不會懂得 利用那個電腦來做的話 那邊要用自己眼睛看的話 那這也是頂麻煩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輸入電腦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把這個關鍵字輸入之後了 甚至你不用一個個輸入啦 你就直接怎麼樣 其實用conif也可以 conif的話只是找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要詳細的真實的數量的話 那恐怕喔 你還是需要 用什麼 用那個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程式來算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是 喔 複習那個算 統計的數量嘛 然後 當然呢 你如果 這個程式太複雜 你可以先把 找一個儲存格的先寫出來 然後呢 再找全部的儲存格 所以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那個回圈 比如說哪一列到哪一列的範圍數量 然後呢 把這個數量的 所有的字呢 再通通 再幫我找過一遍 那找到的話呢 把它累積下來 放在一個 這個C裡面喔 並且把它再改成一個 輸入關鍵字 那其他的話 上個禮拜這個是最後做的 我們是針對那個喔 統計那個 它地址出現的那個數量 還有統計圖表的一個直條圖 如果我要強調的是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數量的話 OK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 利用這樣的 這個方式啦 不過我印象中 我是用什麼 用那個COPIF來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啦 這最後的結果 發現那個子貢 他還是第一名 然後呢 這個子路呢 第二名 其實是子下 子章 曾子 那當然呢 這幾個重要的人物喔 他為什麼這個數量這麼多 那你可以再把各個弟子 所在論語裡面講過的話 或者跟孔子的對話喔 稍微再把它抓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個 第一個啦 這個學生問的重點在哪裡 他比較想要知道哪些內容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孔子如何回答他 你會發現孔子每個學 對每個學生 即便同一個 即便不同的人 問他同樣的問題 他的回答始終都不一樣 不過啦 你現在當然你會說 當然你會說 你會說他是英才私教啦 不過我是覺得 孔子其實也滿會看人臉色的 而且也滿能夠知道說 對方的那個到底在想什麼 OK 所以其實 但他反應就是說呢 你要能夠 針對學生實際上的需求 你就回答他 OK 不過他有些 有些時候他好像也不直接回答 他可能你要問第二次 他才在 因為你擠牙膏一樣 第二次再回答你 第三次再回答你 第三次再回答你一點 慢慢慢慢再給你一點答案 其他還有像什麼 像那個 我們本來是找那個 鹽回好像找不到 後來改成那個鹽淵 好像就 數量就比較多一些些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星期我們提到的 那我是希望說呢 你們那個期末報告部分 主要呢 就是針對 某一部的經典 自己去找啦 當然不一定是 就不要是論語 OK 換成別的 比如你可以換成像孟子 荀子 荀子 等等的 或者類似 類似這樣的狀 那你把那個 某一部 這個經典裡面的關鍵字 稍微做個統計分析 他找一下 看看他那個經典裡面 哪些比較重要的關鍵字 然後也是繪製成圖表 那至於那個過程 你可以用conve來做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那個 這個計算他的數量的方式 來做其實都可以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稍微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也許啦 你會發現最後得到的結果 雖然子貢它有35個 可是其實 可能你還會比較好奇說 到底它出現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大家也會比較 如果將來你要再把它找出來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幫我把那個子貢的結果 列在一個表裡面 然後我可以直接針對 你要的資料 再去做閱讀的時候 相對的會比 你要每一次從頭讀到尾的 這樣的花的時間 當然會省掉很多 集中火力在需要的資料上面 你去閱讀 或許你還會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上個星期的重點 稍微再複習一下 那我們待會也許再延伸吧 或者說找另外一個 其他的經典來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